目前富士的镜头群里就属这个标准变焦镜头是目前选择性最多的 从15到120之间的焦段加上富场 一共有9只镜头来让大家选择 这不是让人挑花了眼吗 所以我决定给大家来个选购指南 除了之前已经对比过的1655和1680 还有腾龙的1770和18300之外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另外这4只镜头 我认为它们的焦段最为接近价格目前来看也相差不是很大 特别是富士原厂的这三只镜头 1545 1855和1680 它们都是有捆绑在套机当中一起出售的 可以给大家在选择套机的时候多个参考 再加上前不久 试马最新推出了这么一个1850 在焦段上它和1855更为接近 刚好把它带上就一起给说了 我会从价格 体积重量 光圈以及画质 给大家来一个全方位的比较 也会分享一下我的自己的个人的使用感受 提供给您一些购买的建议 帮助您分析该如何去选择更适合的标准变焦镜头 大家好 我是艾迪 一名居住在纽约的旅行摄影师 如果您也喜欢富士相机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这些照片都是由这四只镜头来拍摄的 如果光看照片的话 您能分清楚是用哪个镜头拍的吗 说实话 如果不是特意得去看一下参数 连我自己拍完之后都分不清楚 所以如果咱们拍摄完的这些照片 只是在网络平台看到这些小图 不在电脑去放大百分百 不去做一些超大尺寸输出打印的话 很难说清哪只镜头是最好的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进行详细对比之后呢 我发现它们确实还是有挺大的差别的 针对不同的需求还真不一定是说最新出的这个还是最贵的那个就是最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就来帮大家省省钱 这四只镜头的标准售价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排列顺序 299美金 549美金 699和799 但实际上除了这个刚推出不久的士马1850 它的价格目前浮动不大 折扣价在499美金左右 其他这三只富士原厂的镜头 咱们都可以通过购买套机来降低它的价格 那如果您是打算买套机的话 这个1545它最终就折合100美金就能拿到手了 1855折合大概300美金 1680折合500美金左右 那一下呢这个价格就下来不少 这些呢都是全新镜头的价格 介乎于这三只富士原厂的镜头上市啊都有些年头了 就算是这个最新的1680也有好几年了 我强烈建议大家去考虑一下二手 就算是橙色比较新二手的价格呀 它也不会特别的高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您可以先看一眼二手的价格 然后再看看您所在的这个地区全新套机 大概它这个镜头折合多少钱 咱们来看看买二手划算 还是买全新的套机划算 在价格相差不多的情况下 相差不多我指的是价格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 没差这么多钱 那么买全新的要比买二手的更划算 因为这个咱们把这个镜头保存的好一点 以后再卖掉也不会赔太多的钱 体积和重量 我认为是选择这四只镜头的时候 需要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如果您是打算去日常挂机随身携带这个相机 那么轻一点的镜头确实会让您更愿意带他们出门 放在包里就算是没拿出来拍也不会有很大的负重 作为背机的话那么重量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185和1850的重量是最接近的 310克和285克 拿在手里的感觉呢差不了太多 185它的这个金属感要强一些 1850的塑料感要强一些 磨砂材质 它的这个材质感觉如果和咱们复古机身像XT5这样的机器 放在一起的话 会感觉有点不太搭 这个1545呢 它是一个全塑料质地的 就连它的这个镜头卡口都是塑料的 所以重量超级的轻 是这四支镜头里边最轻的一个只有135克 而1680是这里边最重的一个也是体积最大的一个440克 你看相当于重量和体积都是这个1545的三倍了 如果您打算挑它的话可真得想好了 这四支镜头它的最大光圈都是不一样的 1545和1855这两个镜头都是浮动光圈的镜头 浮动光圈的意思是在变焦之后 镜头最大的光圈它就不一样了 1545是3.5至5.6 您可以通过这个镜头上面标注的数字来看到 也就是说当咱们使用焦段15毫米的时候 它的可用最大光圈为3.5 变焦到45毫米的时候 它的最大光圈就只能用到5.6了 这个镜头在光圈上确实没有什么优势 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十足的晴天镜头 185这支镜头呢同样是浮动光圈 但是好在于它的这个广角端18毫米 最大光圈是2.8 55毫米焦段的光圈是F4 比刚才那个F5.6要强多了是不是 也是可以勉强去接受的 而这个富士1680虽然它是一个恒定光圈的镜头 也就是说无论咱们用哪个焦段去拍摄 它的最大光圈咱们都可以用这个F4 但是如果用它去和185去相比的话 甚至于都没有光圈F2.8可以去选 所以说在暗光环境去拍摄的话 这支镜头也是比较吃力的 如果光看这个光圈的话 那么是吗 1850有着一大优势 那就是它是恒定光圈2.8的镜头 这让它成为这四支镜头当中最适合暗光拍摄的镜头 1545和1680在广角端的视野 实际上是非常相近的15和16嘛 在最大光圈下 1545无论是中心还是它的边缘画质 居然要比这个1680还要好 其实这不是特别的意外啊 但如果咱们把这个1545的光圈缩小 那它这画质呢 还是会稍微走一点下坡路的 对比的时候呢 我甚至以为我自己可能没对上焦吧 所以后来呢 我就又找机会拍了几组去证实一下 发现确实还是有点不太行 1680它在这个16毫米最广角端 最佳画质的光圈呢 我认为是这个F8 1850这支镜头在18毫米端 它的暗角和计辩说实话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可以通过后期软件 可以很容易的就把它校正 但是由于这个即便拉扯的范围呢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校正之后呢 会造成它的四角边缘画质会有所下降 1855它的最大光圈同样为F2.8 所以在这个光圈下呢 可以看到1850它的光角端画质 要略好于1855 但如果和最左的1545 以及最右的1680去比的话 中间这两个呢 都要稍微的软一点 光圈如果再缩小到5.6的话 那么中间这两个镜头 它的画质呢 就会更为接近一点了 那如果细看的话 在中心画质这一块 1850呢 它的锐度要比1855稍微的好一些 在忽略焦段和最大光圈 都会稍微有一点不同的情况下 咱们去看这四只镜头的最广角端 那么我认为第一名是这个1545 它是这四只镜头当中 中心画面的锐度最高的一只 第二名是1680的光圈F4 第三名1850的最大光圈F2.8 最后一名呢 是1855的最大光圈F2.8 1855这个中心画质啊 真的是肉的不行啊 大家暂时记着刚才说的这个排名啊 也就是咱们照片当中 从左到右顺序的1423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看这些照片的边缘画质 其实也不是特别边缘啊 因为这四只镜头 它的广角的这个效果放大不太一样 但是呢 如果咱们就拿这个小建筑 为一个评判标准的话 是不是发现 好像又有了新的排名顺序了 如果从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 我认为这个排名 一和四不太容易能够分辨出 谁要更好一点 而中间23的这个顺序呢 似乎有点要交换的意思 刚才咱们去比较呢 1850它的画质明显要比1855要好一些 而在边缘上呢 似乎1855又要更好一点 可以从这个建筑上的细节纹理可以看出 1850似乎它这个门洞上面的线条啊 变得开始有一些非常模糊了 而1855呢 还可以清晰的看到 是有一些立体感存在的 那似乎16580又要比最左侧1545的细节稍微的好 那么一点点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 在这个边缘画质上的排名似乎应该是4132 那如果咱们把光圈缩小到F5.6 那么最锐利的那个1545它的画质呢 就开始有所下降了 连1680的中心画质啊 都会比它要好一点 但说实话1680的这个边缘画质啊 真的非常的糟糕 1855在F5.6的光圈下 它这个画质呢就开始提升了 中心画质甚至于超过了1545和1680 而边缘画质它和1545可以说是比较的接近 1850和1855的画质呢 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这两只镜头呢 就算是在光圈F5.6下 画质最好的两只镜头了 在光圈F8和F11下呢 这四只镜头的画质说实话都差不太多 想要用它们去拍摄风光的小伙伴们啊 基本上呢可以放心了 除了这个1855它在大光圈的时候 画质非常的让人操心 但是不得不说在综合素质上1545的表现呢 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 由于这四个镜头在变焦后 它的最大光圈又都不一样了 对比起来啊 似乎还是不是很公平 粗略的去对比一下呢 在最大光圈下 这个1850和1680的画质相对来说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 而1545虽然说中心画质还说的过去 但是您看这个边缘画质 我认为还是比较差的 细节非常的模糊 1855在23毫米端的最大光圈是F3.2 但是您看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的画质 都属于个垫底的水平 等效35毫米这个焦段呢 可以说是咱们平时会用的比较多的 去记录生活的这么一个焦段 而且光圈通常也会开的比较大 1855呢 是这里边画质最让人不省心的一个 如果要去用这个镜头去拍摄 我认为至少要缩小两档光圈 才能够保证它的画质 这让它成为目前为止 这四个里边不太货真价实的一只镜头了 而这个1545啊 目前来说 我认为它的平均水平成绩呢 仍然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咱们再来看看35毫米焦段 它的最大光圈下的画质是怎么样的 这个焦段也属于出片率比较高的一个焦段了 属于需要特别关注的 1680它的最大光圈仍然是恒定的F4 居然是这里边表现最好的一个 其次1545 它的最大是F5 1850 F2.8和1855的F3.6 这三个表现呢 可以说都差不了太多 但如果咱们换到边缘画质 再去看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1855的边缘 明显是这三个里边最差的 那显然1545的表现呢 也算是还不错 但是呢咱别忘了 它这光圈已经收到F5了 而这个1850呢 人家仍然是恒定的F2.8最大光圈啊 那如果将这个光圈全都调整到 相同的F5.6 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哎 你也发现啊 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格局了 1545的画质 仍然保持的还算是不错的状态 1855呢 依旧是拿不出形容词来去比喻它的差的 1680的画质呢 也开始下降了 哎 奇怪的是 明明它刚才F4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收了一挡光圈反而变得不好了 1850的表现趋于稳定 细节还原的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在边缘的画质上呢 1850和1545也算是可圈可点 还真是挺不错的 但是在极边缘的位置 咱们再去细看的话 好像是1850的画质 要稍微的更好一点 是不是 而这个富士原厂的1680和1855 哎 一声叹息吧 当我把所有的镜头光圈缩小到F11的时候 这四只镜头的中心画质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接近的一次 1850和1680相比较来说 我认为要更细腻一点 1545和1855相对来说呢 它的中心画质有那么一点不够锐利 在边缘画质上来说呢 说实话也分不太出来很明显的胜负 而这个1545是相对来讲成像比较弱的那个 看来这个镜头它的小光圈表现呢 还真是不如它的大光圈广点端了 1680是这四只镜头当中唯一一个可以达到80毫米 等效在120毫米焦段的镜头 但是说实话呢 它在这个焦段间的画质表现真的非常的一般 中心画质最佳光圈我认为是F5.6吧 其次它最大光圈F4也是可用的 而F8和F11它的画质呢 都是非常的惨不忍睹的 边缘的画质在所有的光圈下表现的其实都差不太多 都是不太好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在街头拍摄的时候 1680的80毫米端确实比较的有优势 我特别喜欢拍摄一些建筑的特写 可以说只有1680这只镜头 可以让我有机会拉近放大远处建筑的局部 从焦段上来看 可以说1680是长焦端里边唯一的选择 但是您看了上边画质的对比之后 是不是也有点犹豫了 确实是焦段是长了 但是这画质啊可太惨了 在这四只镜头里边 最近对焦距离啊都差不了太多 放大的效果呢也非常的接近 1850相对来说是这里边微距效果要最好的 当然它比不上真正的微距镜头了 并且它这个画质呢 也同时还保持着一个不错的水平 哎这挺难得的 而且它的光圈也大 背景虚化的效果呢 也会相对来讲要更好一点 如果您喜欢平时拍点花花草草 小昆虫小物件什么的 那么1850是这里边比较值得选择的一个镜头 适马的这个1850拥有恒定的2.8光圈 它的焦段呢也很适中 体积非常的小巧轻便 再加上它是刚刚推出没多久的一个很新的镜头 说实话我对它是充满了期待的 原本以为它会是这四只镜头当中 最适合拍摄视频的镜头 但是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改变了我的这一想法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改变了镜头的焦段 就会出现突然虚焦 然后再实焦对焦上 无论是在手动对焦 还是自动对焦模式下 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而且它虚的那一下还挺明显的 非常的让我失望 但是呢说实话 它这个光圈挺大的 拍出来的颜色呢确实也挺好看的 哎 只要不变焦 它还是个好头吧 其实这个富士的1680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并且啊在这个广角端16的时候 它的这个四角 出现一个镜头自动焦正即变的这么一个感觉 看上去实在是不怎么好看 总之光圈不大 还出现这样的问题 真的是不敢拿它去拍视频啊 1545由于是浮动光圈 而且它这个光圈啊还都挺小的 这种夜晚的拍摄呢 就会特别的吃力 画面充满了噪点 其他方面 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它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晴天镜头嘛 咱们就只能晴天的时候用它了 185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亮点的 特别是它还是一个浮动光圈的镜头 所以仍然是不建议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去变焦 特别是倾向于使用大光圈的时候 所以说使用它去拍摄视频呢 还是有很多的阻碍和注意事项的 我也是觉得稍微的有那么一点不方便 在这四只镜头里边 其实这个1680是我认为最尴尬的一个选择 它的焦段虽然覆盖范围很广 但是它的画质又不够好 广角虽然还挺广的 但是画质也不太行 虽然有防抖 但是这个光圈却只有F4 要我说您还不如买一个焦段再短一点 那样体积就会变小 然后再去搭配一个像70-300这样的长焦镜头 在画质上可能会更有保障 拍的还能更远一点是不是 那如果您只想拥有一只镜头 对更长的焦段没什么渴望 那么确实这个1680各方面都谈不上很优秀 但是它能给的也是在这里边最多的一个 但是说实话 我才不相信不会买第二只镜头这种规划呢 1545这个镜头说实话让我还挺惊喜的 画质整体来说超乎我的预期 拿在手里它确实挺轻便的 但是说实话手感欠佳 因为它这个质地是塑料的嘛 使用的持久性上我认为也不太能有保障 没过多长时间这塑料就磨圆了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光圈实在是有点太小了一点 对焦速度上也会很受限制 但是最关键的是它真便宜啊 如果咱们套机去购买的话 几乎我觉得就跟白给一样 所以说如果是作为入门初学去了解摄影的这些基础常识 甚至是如果咱买台相机是作为日常备机使用的话 那我认为它还是属于超值的这么一个范畴之内的 属于坏了也不心疼的那种 而且这个价格真买不着什么别的镜头了 那些手动镜头您可不知道拍起来得有多累 毕竟再怎么说这也是一个自动对焦镜头啊 还是方便 这个1855啊真的是个极老的头了 上市我估计得有十好几年了 也难怪它什么都跟不上时代 画质啊说实话真心不怎么样 暗角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算是在后期矫正了 仍然还是有很严重的暗角 我推荐要买呢 还是就买二手 套机都不觉得划算了 预见超级便宜的 成色又还说得过去的 那么咱们可以考虑 捡一下漏买一个玩玩 全新的就真的没这个必要了 但凡咱再多掏点钱 绝对不买它 这个1850刚刚上市没多久 它这个价格居然就有折扣了 目前是499 是不是个抄底的价格 很难说销量如果上不去的话 我估计年底它还得打折 属于一只需要继续去观望的镜头吧 那如果您不着急买的话 那咱今年底黑五双十一的时候再等等看 万一便宜了呢 是不是 而且我感觉呀 非常有可能 这四只镜头当中只有1680 它是全天候的设计 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雨雪等恶劣的天气去拍摄 完全不用担心 防尘防水 但是相信我 咱们能有多少机会去这种天气下拍摄呢 万一想拍 您可以按照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DIY防水罩的方法 保证您这个相机镜头进不了水 所以在购买这四只标准变焦镜头的时候 防尘防水这事儿 您就别太在乎了 平时小心点用 我觉得就没问题 那如果说您真的就是想要一支 画质在任何焦段都倍儿棒 哪儿哪儿哪儿都好的镜头还防尘防水 那还真有 直接买1655准没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重了一点 贵了一点 镜头的体积和重量不仅在日常背负上会有区别 在手持握感和拍摄的体验上 实际上也会带来很大的差别 有人喜欢手感重的 有人喜欢轻便的 有人手大有人手小握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喜好不同需求也不同 用的地方呢也会不同 有可能的话大家在购买之前 我认为还是尽可能的去体验一下 拿在手里的感觉和去看图片看视频 还是有很大区别了 相信您摸到这个镜头之后很快就能确定自己想要的是哪一个了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时不时的我还是会给咱富士小伙伴们开个小灶的 哎这不是说来就来了吗 新的一期识问识答的内容还在征集当中 如果您有任何在使用富士相机的时候 无论是拍摄过程当中还是相机操作的过程当中 甚至是后期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您自己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那么欢迎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统计好一波之后呢 我来统一给大家解决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咱们一起玩